我不是猪,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猪,我是... 嗯? 大飞,别光忙工作啊,找女朋友没 明年带飞草和大家见面 飞哥,我感觉你自从分手后都是表面看起来很快乐 内心很空虚吧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加油加油,熊奇 姐妹儿一直支持你 我表面看起来很快乐 我内心也很快乐呀 放心,好好的啊 分手以后感觉没规划了 视频种类很乱,个人感觉 之前在家那种生活气息很足的视频 我是蛮喜欢看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 我都连更了那么多期了 这怎么能叫玫瑰话呢 只不过我想尝试的是各种风格的视频 哪种风格受欢迎,咱就拍那种风格 其实老家那种风格呢,也有不少人喜欢 但是呢,不能老在老家拍,对吧 老家的素材其实就那么点 就在老家拍那个一两期的新鲜感 拍时间长了,可能也会神秘疲劳的 对吧,再过段时间呢 我哥要结婚了,对吧 然后回家再搞两期,飞哥多高 我打赌飞哥不会读到我 其实为什么非要打这些没有意义的小赌呢 你倒是一点赌注也可以 我是1米65,你点个赞,总可以吧 飞哥剪辑师是帮谁剪视频的 剪辑师帮大兴剪的 然后我呢,是自个儿剪的 鱼子呢,有特效 还有那个老吴 挑战一下100元指定商家做100元食材 看他做几道菜 在外卖上点 在外卖上点100元的食材 那不如我们这样,就是买100元的食材 然后让那个店家去加工 你们感觉怎么样 来来来,出一期独自带娃挑战吧 我出俩娃 我猜你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不是带娃吗 我看你就是不想带娃 大飞可以做一期铁锅炖火机吗 没有问题啊 等我发了工资啊 咱们搞一只火机 来个铁锅炖火机 想看的话点个赞啊 最近状态可不如从前了呀 我从前的状态懂的都懂啊 三天两头断更 我感觉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太多了呀 为什么说状态不如从前了呢 从前的状态 可比不上现在呀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可讨厌你了 自从你那次失恋其行之后 感觉你稳重了 讨喜了很多 烧到我心坎里去了啊 我这个人呢 别的毛病没有 就是耐看 大飞啥时候回老家 不准备回去了吗 等腊月份啊 腊月份我大哥结婚 回去 整 我打赌你不会读到我这段评论 不知道为啥 有的网友他就喜欢 打这种无意义的小赌 你好歹有点赌注 你哪怕说 你读到我这的评论 算你厉害 大飞一个月收入有多少 哎哎哎哎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了啊 说实话 这个月收入这个 其实我不是很想做的 如果你们点赞过了5000的话 是吧 安排一起 大飞 能不能考试洋红串 再让我看一次2500万的调料 15号我就发工资了啊 那个该安排的都安排上 哈 大飞 我要考试了 祝福我一下吧 祝这位同学逢好必过 加油 起开得胜 飞哥看我有没有什么事 让你至今很后悔 大概就是那次数学课 弯腰剪了一次铅笔吧 然后就听不懂了 我不是猪 我是人 我是人 我不是猪 反复念 我不是猪 我是人 我是人 我不是猪 我是 嗯 我不是猪 我是人 我是人 我不是猪 我不是猪 我是人 我是人 我不是猪 我是 嗯 飞哥看你近期有的视频播放好高 收益上去多少 这个播放量高呢 完全离不开大家的知识啊 非常非常感谢啊 我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啊 大飞 我铁定你不会读到这的评论 读到了 我请你吃饭 喂 哎老板 如果要就是把最贵的都点上 要花多少钱呢 千把块钱能安排一桌吧 几个人呢 大概 两个人 两个人不需要吧 两个都没有千块钱 没事 哎有人请吃饭的 等我这个朋友跟我回复了 然后我去你那边店里面去搞一桌哈 嗯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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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样 好 记得兑现你的承诺哦 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吧 哼哈就差你了 你家的哥三也差你了 什么话 老二还不还没对象呢 刚刚上大学一个人很孤单 飞哥可以鼓励一下我吗 你是个单身吧 祝你早日找到对象啊 不要孤单 大飞马上考研了 能不能助我和我的女朋友成功上爱 感谢大飞 祝你考研顺利通过啊 祝你和你的女朋友修成正果 早生贵子 大飞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的下一步计划呀 就是我打算要进行下一步计划 大飞准备什么时候要二胎 投胎都没有 哪来的二胎 你是在说我肚子大是不 读到我了就让新子来读 没读到就让大飞来读 我没读到 这几年工作好难 时不时就被放在家里 哪里也不敢去 也不敢买太贵的东西 我也不敢买太贵的东西 大飞你线下爱玩什么游戏 不是网游也不是手游 我说的是生化未经那样的单机游戏 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款 单机游戏叫虐杀原型 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确实挺爽的 咱现在好像都下载不到了 大飞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看你视频一个多月了吧 两个月之前我刚从监狱出来 08年我上高二 当时班上有几个混混 学生经常欺负他 第一次放学的时候 他被堵在墙角 我看他哭泣的样子 脑子一热 从包里拿出一把匕首 上去就是一刀 这一刀就是24年 我记得进去的时候 满大街还是求佛 认真的学什么的 二十几年过去了 物是人非 前年他来看过我一次 我没有告诉他减刑的事 顺便聊了几句 我就转身走了 出来之后 我偷偷的去找过他一次 远远的看到他跟老公在散步 看得出来他很幸福 我没有上去打招呼 那天晚上在他家楼下 抽了一晚上的烟 也流了一晚上的泪 十几年的时间 让我跟这个社会严重脱节 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 我想过干脆就这样 放弃自己的生命 或许再干点什么坏事 回到监狱里去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我看到了你的短视频 弹幕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大家都是那么欢乐 仿佛人世间的一切真善美 都在这里了 大陪你的幽默风格 成了治愈我心灵的良药 我已经没什么遗憾的了 成也好 败也好 转头一切又成功 生也好 死也好 人生匆匆 不过百年 我又何必执着于一个结果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回家给手机充电 手机没电了 编不下去了 嗯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评论 真的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成功让我水了几十秒的 这一个市场 非常感谢你 太感动了 大飞我给你个建议 我们这边的人 好多都喜欢看你的视频 但可以减少拍配其肉的量 因为我们这边 有好多少数民族都懂的 毕竟看你的视频 基本都在饭点 有点不好 我也没说不让你拍 其实你可以减少这类的 这是我的小小建议 希望你以后的视频质量 越来越好 没有问题 那我拍羊肉都可以了吧 哎 牛肉羊肉 好不好 大清什么时候举办婚礼 你准备随多少份子 喂 喂 你啥时候结婚呢 我应该要明年吧 明年后年 知道吧 我随多少份子合适啊 随多少份子 看你自己啊 你最少得随个200吧 其实我看到 有不少的评论 都在围绕一个事情 就是我最近的 什么收入啊 收益啊 这些之类的东西 本期视频 咱们只要点赞过五天 好吧 我就给大家再安排一起 好了 那么咱们本期视频 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拜拜